苹果3月发布会的邀请函来咯 高能传送 视频开始前不得不暗绰绰地吐槽一下库克的傲娇 惯例提前一周发的邀请函硬生生是多拖了一天 搞得大家都以为3月份的发布会要改期了 这次发布会不出意外一定会有的就是iPhone SE iPad Air和Mac mini 这在我之前的一期视频里面已经详细总结了 总的来说就是iPhone SE和iPad Air会保持一致的外观 但是在芯片上会得到更新 同时会支持5G Mac mini在外观上可能会有大改 而且在芯片能够用上M1 Pro和Macs芯片 对这些详细信息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一步到下方的视频链接观看 其实关于这次发布会还一直有一款产品的传言 从消息上来看相当的可靠 但是从逻辑上好像又不太靠得住 所以我也一直把这个消息hold住了没有说 但从这次邀请函给出的信息来看 似乎它真的有可能要被发布了 它就是搭配了M2芯片的MacBook Pro 我是小天欢迎回来 为什么我被这个邀请函说服了 觉得M2的MacBook Pro会被发布呢 首先还得从邀请函的英文标题说起 这次邀请函的英文标题是 Peak Performance 谐音Peak Performance 这次要发布的产品 iPhone SE和iPad Air 我们都知道它会用上A15芯片 A15芯片的性能虽然是强劲 但是已经是去年发布的产品了 再拿在发布会上来吹一波Peak 好像说不过去 那我们就只能把目光放到Mac上了 有很多人觉得这个Peak指的是Mac Mini里 将用上的M1 Pro和Max芯片 从性能上来说 M1 Pro Max绝对是对得起Peak这个称号的 但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还是M2芯片的MacBook Pro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M2芯片不仅对得起Peak Performance高能的表现 同时也符合它Peak的原意 就是偷偷的看一眼 意思就是苹果在这次的发布会上 让我们稍稍看到了一下M2的芯片 但是想要看到整条线更新上M2芯片 那还得等到下半年的发布会 比如有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 彩色版本的M2芯片MacBook Air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款有可能发布的13英寸MacBook Pro 到底是什么样的配置 根据MacRumors上的消息 这款即将推出的新的MacBook Pro 将保留现在款的设计 也就是说会有Touch Bar 而且和14以及16英寸的MacBook Pro不同 它不会有刘海屏或者Promotion技术 MacRumors称上述消息的来源 和去年的第二场秋季发布会前最后一刻 传出刘海屏消息的来源是同一个 当时刘海屏这个听起来 完全不可置信的消息是突然间出现的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 大家都没有听到任何相关的消息 而且还离苹果的Unleash发布会的 发布时间如此接近 当然发布会的结果也证明 那个消息是完全正确的 这也印证了这一次消息的准确性 所以说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这一次入门版的13英寸MacBook Pro 和现在款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M2芯片的更新了 M2的CPU数量和M1相同 不过单核性能会有小幅度的提升 CPU的核心数量最多可以高达10个 除了MacRumors Digitimes也发布了报告 称苹果会在春季发布会推出首款 搭配M2芯片的MacBook Pro Digitimes的供应链消息来源还称 除了M2芯片 新版的MacBook Pro所使用的配件规格 基本上和现款是一致的 Promotion的Mark Gorman也表示 苹果会在2022年更新 配备M2芯片的MacBook Pro 不过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会在今年的稍晚时候更新 而不是在春季发布会上 不过Mark Gorman表示 他更相信苹果会在13英寸的MacBook Pro上取消Touch Bar 同时也不会配备Promotion技术的屏幕 如果苹果想沿用之前的老的设计来清一波库存的话 那放入一个M2芯片是一个非常棒的策略了 绝对能够再带来一大波销量 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又在网上看到有传言 这次这样发布的是iMac而不是MacBook Pro 这次的发布会显得更加扑朽迷离 但无论如何发布会上能看到Mac是板上钉钉了 至于到底发布哪个系列 只有库克才知道 此外还有消息说 这次的发布会还有可能会发布紫色的iPhone 13 Pro 我看了一下邀请函的颜色 别说还真有这个可能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商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